本期视频我们来聊一下Google的Collable Collable是一个基于Jupyter Notebook的服务 并且它还提供了一块免费的CPU算力 那么什么是Jupyter Notebook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可以把Jupyter Notebook想象成一个环境 可以让我们用来编写 运行和分享代码 而其中呢 以Python代码为主 通常情况下 如果我们需要编写运行代码呢 我们是需要配置环境的 比如说在我这台电脑上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Python 比如我现在的Python版本呢 是3.11.5 其次呢如果我们想要使用Cuda 我们除了有一张英伟达的显卡以外呢 也需要额外的安装Cuda 比如说我现在的Cuda版本呢 是12.1 而这些环境呢都是需要我们单独来配置的 我们这边呢举了两个例子 而现实中呢往往需要安装更多的配置 非常的繁琐 而我们使用Jupyter Notebook可能 就避免了这种情况 它已经把我们基本的环境全部安装好了 而它所提供的这些功能呢 编写通常情况下是程序员来写好代码 而运行和分享呢 即便是我们不懂任何的编程知识 我们拿到一份现成的代码 我们想要把它运行起来呢 同样也是需要这些环境的 而通过这个笔记本呢 我们呢就可以直接来运行这些代码 不需要繁琐的环境配置 这样的一个好处呢 即便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编程知识 那么我们也可以运行和分享 由程序员编写好的代码 而Google的Collabor呢 是在它的基础上 又为我们加了一盒点卡GPU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直接可以在云端使用他人编写的Python债务 加上Google提供的免费的GPU 来运行一些AI程序 好的说完这个概念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去实际的演示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Gyvoter Notebook 做一个简单的演示 我们在浏览器里边操作 这边呢 我们来选择Python 那这边呢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demo 但是为了直观呢 我们再新建一个 保持默认 点select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编写Python代码 虽然呢 它提供了编写代码的功能 但是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是在专门的软件里边 来编写 对应的代码 比如说用PVCharm 编写Python 我们准备好了一些 视力代码 运行这段代码呢 会打出一个新型的形状 但是呢 这个是在我本地 配置了Python环境 以及使用了PVCharm 这个专门的软件的编写下 来达成的 那么如果我想在任何的一台设备上 都能执行这些代码 我们就需要配置同样的环境 但是使用Python Notebook 都避免了这个环节 我们把它复制到这边 然后 Alt加Enter 执行一下 可以看到输出结果呢 在我本地是一样的 下面呢 我们找一个稍微复杂点的程序 来运行一下 在Collabor上 因为Collabor 给我们提供了免费的GPU算力 我们呢 还是要利用一下的 打开谷歌Collabor OpenCollabor 这个呢 是要我们有一个谷歌的账号 要不然别人分享的链接呢 我们也是打不开的 这边呢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个 Python的视力代码 使用我们之前 录过视频的VSPR 用它呢 来生成字幕文件 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代码 首先呢 第一部分 任何的Collabor文件呢 我们都可以把它简单的封成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碳号 DeepInstart 这个意思呢 是用来装一些依赖文件的 比如说下载一些模型 比如说装这个PVTouch 第一部分运行的时候呢 它会有这些提示 就是去连接 这个库 然后下载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是可以看到一些进度条 这样的内容 而第二部分呢 是我们的核心逻辑 在这个Demo里边呢 我们使用了OpenAI的开源模型 VSPR 从MP3里边来提取短路 核目文件 通常情况下呢 此类功能在视频剪辑软件里边 可能是需要会员才可以 而现在呢 有了OpenAI的VSPR模型呢 我们只需要不到100行的代码 就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而且准确度相当高 那么下面呢 我们先把第一部分这个代码 让它运行一下 好的运行完毕 结果没有报错 如果报错了 这边是红色的 然后底下会有这个错误的提示 当然这个我以前准备的代码 它肯定没有问题 因为我已经测试过了 而下边呢我们只需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MP3 这个音频文件 第二个是我们的输出 字幕文件 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按钮 然后呢 点击上面这个 这个返回 这个会返回到它的更路径 这边我们看起来呢 它像不像一个Leninx的一个文件目录呢 就是了 然后当前的路径是哪里呢 当前路径是content 这个呢 是我打印的这行日志 那么我们呢 就需要上传一个.mp3的文件 在这个content的路径下 因为我这个参数呢 是在当前路径下来读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它换 放到别的地方啊 比如我们呢 就先这样 123.mp3 这个文件呢 我们可以这样上传下载 我们可以这样上传 这边呢 已经存在了 我们就重复上传了 我们运行第二部分的代码 这个执行完毕以后呢 会生成一个123的.srt的字母文件 而底下这行呢 尤为重要 这个是在我昨天运行的时候 报错了 报了一个内存溢出的错误 而用上这行大忙呢 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仔细的看这个错误信息 在使用任何软件的时候呢 通常情况下 只要它出错了 那么它就会有提示 或者是有错误信息 或者是有弹窗 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它报的什么错 然后呢 我们拿对应的错误 或者是错误码 去它的论坛里边啊 官网里边啊 谷歌里边啊 来找这个解决问题的原因 当然了 前提是我们本身 根据这个错误信息 还查不到是哪里的问题 我们才需要去搜索 那如果你一眼就看出是哪的问题啊 那大可不必 那那么说明呢 你已经是个高手了 这个123.mp3的文件呢 大概在7分钟左右 而我们现在运行的是 这个T4 特斯拉4这个算力卡 它的这个算力呢 还不到3060的算力 这边呢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运行的时候呢 在这边 可以更改运行时类型 比如我们更改 默认它是CPU了 那我们一定要改成这个GPU啊 它使用CPU的话是很慢的 就是运行这些AI模型 刚刚呢已经运行完了 看到已经执行了N的 那么我们刷新一下这个路径呢 它就会有这个123.srt的一个字母文件出现 刷新一下 可以看到这呢已经出来了 这个名字是一样的 把它下载下来看一下 好这个是刚刚我做的测试 1123吧 我再看一下 可以看到它的 这个识别呢 还是很准的 虽然我这里边呢是 简体中文 但是我里边说的英语呢 它也识别出来了 它有大概90%的准确率吧 还是需要我们稍微的调整一下的 因为有时候我还没有开始说话 但是呢 它这个这个 这个时间呢 已经给我们出来了 比如说我在4分05才开始说话 然后它呢 在4分钟的时候 就把这个 字符块给我们弹出来了 但是这个字呢 基本上是准确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提示 比如说我们想要让它这个 恢复繁体中文 对吧 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们可以改一下 我们只需要改一下提示就可以啊 当然这个考虑到是简体和繁体 可能有的这个断句不一样啊 还需要这样的提示 如果只是 不应的时候 就是你说繁体 然后你想 字幕也是繁体 那就是 直接请一繁体输出 就可以了 我们呢 一定要灵活使用 因为它这边的这个提示 相当灵活的 我们再运行一下 我们给它改个名吧 就叫456 下边呢 下边呢 一样 Use Device 然后下边呢 是已经开始了 因为我这边做了判断啊 如果是Cuda是能用的话 那就用这个Cuda 如果不能用 那我们就用CPU CPU啊它不适合干这些事情 CPU它是什么都能干 但是什么都干干不快 而GPU呢 它是适合干一些这个简单的东西 但是它干的很快 比如说它可以同时干10件 100件 这个呢就是它两之间的区别吧 这边执行呢 还是大约呢 是在两分钟多一点 我们可以监控一下这个Collable 它的使用情况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呢 系统分配了我们12G内存 15G的这个显存 磁盘呢是78G 这个配置还可以啊 虽然这个特斯拉4算力不够 但是它这个显存还是挺大的 OK 这边呢已经运行完毕了 我们来刷新一下 出现一个456 然后我们把它下下来 同样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呢它已经变成了这个团体中文 好的那么关于这个Google的这个Collable 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呢把它给说了一下 其实很多这个这个开源软件啊 这个开源软件啊 它们都提供了Collable这个实力 比如我们用这个动漫高清化的开源软件为例 我们往下拉 看到没有 这边呢有这个OpenIn 这个Collable 它也提示了 它也提供了这个运行实力 所以说很多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就是会写代码 但是我们呢一定要大概的知道它是怎么个意思啊 它们的结构呢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修改几个参数就可以让它来运行起来 就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它最主要的功能呢 我认为还是运行和分发代码 而不是编写 那么最后呢我也会把这个来分享出来 点击这个分享 然后是这个查看着呢就是 知道这个链接的任何人 因为虽然也就100行的代码嘛 但是也花费了一些时间 好的那么本期的视频呢就到此为止了 最后如果视频对你有用呢 那么麻烦按赞订阅支持一下这个频道吧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